好,那么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主要任务 简单来说,咱们今天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咱们继续加强一下Sircle语句的一个练习 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咱就会知道 所谓的这个Sircle语句它到底能够用来干什么 所谓的关系数据库它到底又意味着什么 那么在这个里边就会说到 稍微高端一点的Sircle语句的练习 这是第一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咱就要干一件事情 让咱们的Python语言来去通过一个模块 叫PyMySircle,然后去控制咱们的数据库 即让程序去做事情,而不是咱们每次都手动来敲Sircle语句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两个大的目标 首先咱们说第一部分 这部分咱们目的是干什么呢 咱们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先给大家准备一些数据 然后往这个数据表里面插入 接下来咱们会去练一下基本的Sircle语句 等到练习这些基本的Sircle语句之后 咱们接下来就会做到一个效果 把数据拆成表 把数据拆成表 就是把一张表拆成多个表 也说咱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表叫故事表 然后咱们慢慢的就会拆成额外再拆出两个表 就是有三张表 那么到最后的最后 到时候我就可以给大家扩展扩展 那么剩下的这三张表应该怎么建立 应该怎么去用 那么这是咱们第一步法要去做的事情 好了 首先咱们为了去准备这个数据 咱们接下来要去创建一个数据库 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 简单来说 咱们今天要去简单的模拟一下一个叫电商的准备网站 简单模拟一下的 不是特别复杂的 很简单 那么咱们就起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京东 你是叫天猫的也行 还是你是叫当当的 随你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这个没有要求 创建一个数据库 咱们这个应该很熟练了 但是切记了 是不是用这个UTF8 切记 第一步创建数据库京东 第二步使用这个数据库 然后第三步呢 想要在数据库里边同时数据 必须要先建立表 因此呢 咱们下来要建立表 create table goose 创建一个商品表 商品表 那么 同学们 在这个表里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共有多少个字段 每个字段有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首先每一 第一部分 每一个的第一部分 是不是表示列的这个名字 记字段名 没错吧 后面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基本上就表示什么东西 例行 然后再往后的别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约束呀 对吧 基本上就是三块 那么好了 咱们呢 来看第一部分 先看第一号 它的例行 它的这个名字呢叫ID Int unsigned 一个五符号的一个整项 那么prime key 是叫什么呢 主件 auto increment 这叫自动计算 不用咱们管 自动计算 not now呢 是绝对不能为空 第二个呢 有一个姓名 叫做Lim Lim它有多长呢 我给它写的名字 最长的是150 因为你这个商品呢 有可能名字特别长 这是说不定的 比方说我买个电脑 什么什么牌 什么什么什么型号 多大内腿的 有可能这个信息呢 比较长 所以说呢 我写了150 那也不能为空 那么categories 这个category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分类的意思 相当于分类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我取了这个单词 有可能这个单词呢 具体忘了 反正是前四个字母呢 是cete 这四个字母 那么这个单词 翻译过来就是分类 那么categories 翻译过来 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你属于哪一个类比 比方说 我买了个电 我买了个什么什么 麦克15分 那属于什么呢 属于笔记本 我又买了一个手表 它属于什么呢 我比方说 我买了个Apple Watch 它属于手表 这个地方呢 是分类 比方说电脑呀 台式机 笔记本 手表 是吧 以及自行车 以及汽车 这叫分类 那么接下来 有个brand 这个nam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品牌 你买的这个Apple Watch 它属于哪个品牌 比方说是Apple公司的 是苹果公司的 那么这个地方 就写上你这个品牌 比方说 像小米的呀 华为的 这都可以 那么price呢 大家应该知道 这什么意思呀 价格 这个呢 翻译过来是意味着啥呢 一共有十位小说 对吧 三位啊 一共有十位数 一共有三位小说 也就是说 最高只有整数有七位吧 对吧 也就是说有好几百万 最大的值 好几百万一个产品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is so 什么意思呢 是否显示 is sell off 是否卖光 是否显示呀 bit 请问还记得这个bit 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只有一个比特呀 是吧 相当于咱们写的bit 况起来 一是一个道理的 那么bit只有零 只有要么一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写了个default一 请问他们 这一本是啥呢 默认是 is so 你看 是否显示一 就表示四呀 一就显示 is sell off 是否卖光了呀 如果写一的话 请问默认 是不是卖光了呀 我就写了个零 它没有卖光 他们自己很 很尴尬一件事情 有人说了 东哥你这个 is sell off is sell off 不都是完全可以 用一个来表示吗 其实同学们 你仔细揣摩揣摩 确实是需要两个 比方说 有一件东西 在超市里边 它并没有卖光 但是呢 由于一些政客 它呢 被强迫下架 请问同学们 是否展示 是不是用这个字 来表示了吧 那么我是否卖光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用另外一个字 来表示啊 所以说呢 是否显示这个商品 和这个商品卖光 没卖光 是两码事 那么所以说呢 就需要用两个字 来表示 当然 你还可以把这个数据表 整的更复杂一点 这都可以 那么 这边来讲 这个就创建一个 这样一个故事表 这个呢 是很简单的 那么这样呢 咱就把这几句啊 咱们就爱着去知情下的 好了 那么回到咱们这个 乌版图里面去 回到咱们的乌版图里面去 我把这个框呢 稍微放大点啊 my circle -u root -p my circle 直接蹲进去 my circle 那么 so tables so datafase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看看当前是有哪个数据库了吧 图面看得很清楚 我当前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 我已经存在一个数据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再去创建一个这样的数据库 会怎么着 如果是用open 就咱们python里面的open的话 如果是w 是强制覆盖了 我简单 那么咱们看一下 是否会随着我在创建一个相同的数据库的名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会被覆盖呢 动 cant create database 京东 database exist 是不是已经存在啊 不好意思 你创建失败了 因为它已经存在了 就不行 是吗 那个呢 数据库 是我在被课的时候用的 所以说 接下来怎么着呢 send了它 怎么send了 drop database 然后 京东 send了 切记 send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 那么接下来咱们在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好了 创建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给它指定 它的编码是utf8 321 走 创建成功 来咱们send database 查看一下 那么这个数据库呢 就被成功的创建 那咱们想用这个数据库 咱们请问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u字吧 京 京东 好了 用 已经使用了这个了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多少表呢 send tables so tables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empty啊 这里边一个表都没有 那一个表都没有怎么办 把这个键吧 是不是咱们就把刚刚咱们所说的这个表 是不是给它键进去啊 来复制一下啊 没有必要再敲一遍 直接把它振过去 拿过去 so tables tables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创建了一个吧 那么现在这个表就有了 这个表就有了之后呢 但是这个表里边的数据啊 是空的啊 selecting from goose 是不是当前是不是空的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的目的啊 把里边插入一些数据 好 那么这些呢 全部都是insert into goose values gear 你这个地方这个表的名字叫什么 咱们这个地方是往哪个表里边插 如果你在这个表名和values之间 你并没有用括号括起来 你指定了哪个列 那意味着什么呢 全部插入 你说是个道理吧 全力插入 就是你有多少个列 必须得写多少个 而且顺序必须一一对应 好了 我呢 就目的是把这些东西啊 选择一下的 好 那么啊 我就选择这个位置啊 我选择这儿 我负责 咱们先试一本来说 来 再连进去 大家没发现 是不是很多情况 是不是都是已经执行成功了吧 那插一下数据 select select 很多 都 123456 对吧 已经插入了12条数据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进去了 没有问题 那么在这个社会语句里边 我为什么刚刚不全选出 这选一部分呢 我是要想要告诉你 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地方 咱们之前没有说 哪个呢 这 如果原来是 如果这一列是组件 请问他们 咱们是不是可以写零 可以写 none 可以写default 是不是他都会自动结的 没错吧 那么这个地方写default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 你 这一个 大家就有例子 它是最后两个字 最后两个 这个和这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都有default等于1 是不是default等于0啊 那么当我这个地方 我也不想确定 它是谁的时候 我就想要默认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写default 这就是写default 一个目的 咱们刚刚已经到哪了 已经到 这个1206 1206 是这个是吧 接下来按理说 是不是要同这 是不是往下了吧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再负几个 我再负几个同样 那么我想要给大家 表达的意思是 我能不能不写default 咱们的组件 是不是可以写零 可以写none 是不是还可以写 default吧 那么我这个地方 默认值的时候 难道就只能 必须写default吗 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能不能不写default 咱们c吧 咱们先写个零式 是吧 零是不是好像成功啊 真的假的 再写个零 也能插入 来 select the same from goose 这是默认值吗 如果是默认值的话 按理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看着你的值啊 对吧 虽然咱们看不懂 但多多说说 你能够标记出来 你和他不一样啊 对吧 虽然咱们说明了什么 我这个地方写零 其实相当于把零插进去了 而不是让他取的 是不是默认值啊 你如果要是组件的话 虽然咱们 你写零 其实就是你自动 生成这个值就行了 但是呢 你说了 你受这个地方 要么取零 要么取一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把零填到这个地方去 这根本就不是取的默认值 是不是相当于 直接把零填到里边去了吧 因粉并没有体现出默认值的功能来 同理就推出来了 这个其实也不少 是不是你相当于 手动插入的零而已了吧 那么零就不行了 再来一个 那么能不能这种情况下 我把它换成那呢 来咱们试一吧 把它换成那 三二一 他说了 Colium is still of can't be known 是不是这种情况下 你真的是不要插入那了吧 不好意思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写了 闹通闹了吗 因此最终结论 最终结论 如果你要是组件呢 零 那地方都可以 但如果你要是想要让这个字段取 它的默认值 说得直白一点 是不是咱们就应该用default呀 其他的就不行 能力为止了吗 好了 那么这就是它了 那么咱们 接下来把这个数据给它清空 我重新再插一遍 怎么插 这样吧 咱把这个表散掉 散出这个表是怎么散的 drop 然后呢 table 然后呢 表明 表明 boss 是吧 是这么想吧 散了吗 然后你再送 table 它也没了 那有人说 东西你为什么不紧接着往里面插入数据 因为咱们刚刚这里边是不是已经插入了很多 是不是相同的数据了吧 有可能对咱们接下来这个数据处理会产生一个困扰 产生一个这个不必要路回 所以说呢 我就把上重新咱们再来一遍 我刚刚想要告诉你的default就说完了 那么把这个直接复制 把这个直接复制拿过去 直接粘贴 好了 创建完了 此时 你再把这个整体 再选中 你用cntl c也行 用右击复制也可以 接下来你把它粘贴 那么select 新 from 故事 大家看 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所有的数据就全部都进去了 全部都进去了 那么所谓的这个分类 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电脑还是笔记本 那么品牌的名字是告诉你 它属于哪个厂家生产 这么说就理解了 对吧 好像听了个新闻 是不是iPhoneX 是不是已经历史上最多的一次预定 好像是怎么说了 真的是一万块钱的手机 现在很多人都不在乎了 是吧 我是不会买的 好了 这个 这个呢 就是品牌 品牌 其实就是很多人买 苹果是买的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 不得不说 苹果的手机一个特点 不会随着你用的时间越长 它不会卡 这个是绝对不会有的 你的安卓手机是百分之百 有这个毛病的 买的时候相当流畅 用了一年 卡的不行不行了 苹果没有任何问题 你即使256G的那团的内容 就是外团的内容 它也不会 因为你用的时间长而卡 对不对 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苹果的一大特点 一定亮点 其实呢 除了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特点 其实很多人都是冲着什么呢 冲着品牌效应去的 你买的是什么手机啊 苹果的 好大上岸 高大上岸 有面子 往往是这种情况 好了 同学们 这个呢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品牌 其实有个品牌效应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都在打品牌的这个意思 那么咱们的数据已经有了 对吧 接下来咱们要去练练这个社会局了 先说第一部分了 来同学们 咱们就挨的把这些 咱们来一遍 挨的来一遍 首先第一个 查询Catname为超级本的 辅助信息 咱们先说辅助信息 查询Catname为超级本 怎么说 Select Sing From Whose Where 对吧 条件是不是就写V 然后Catname等于 超级本 对吗 每个班总有那么几个哥们呢 他说 为什么我想到超级本 他不对啊 因为呢 这个乌版图里边的这个 输入法啊 他默认他 就是你写的手的时候 他默认是这个超级版 他并不是这个超级版 不一样啊 这个是那个这个级啊 这个是这个级别的级嘛 是吧 并写画的这个级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等级的级啊 这是这个北级的级是吧 很像 对 所以说很多人 东哥我这个社会有问题吗 我说没问题啊 那为什么插不出数据来 我说你写的这不对啊 对写的话 每次呢 都有每个每个班里面都有那么哥们写的话啊 超级本是这个级啊 是这个级 超级本的是这个级啊 级别的级 好了 接下来 走一下 走 他们是不是超级本 是不是三个级出来了吧 但是呢 有这么多信息呢 我不想开这么多 我只想看 他的这个商品名称和价格 那怎么做呢 那么多天的时候 其实咱们就说过了 是不是可以写上利物 然后写上price 是不是可以指定这段 对吧 走 他们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吧 那么这个时候信息出来了 还可以怎么知道呢 咱们多年学过啊 爱子 还可以怎么知道 爱子比方说这个 商商品名称 然后这个是啊 比方说商品价格 爱子 然后商品价格 好了 走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可能性是很高了吧 那么这个信息呢 就被查出来了 很简单 这个对吧 那么接下来看 看他 看他 显示商品的种类 所有的种类 那么多 select 开车 内 from 故事 如果要是这么多的话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什么每一行的记录里边的所有的开车内 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那么 如果你经济是想显示有多少个 其实还有另外的方式 怎么做呢 第四 听客战 第四听战 是不是相当于接下来 说我把它去从啊 那么将来 如果你想要查出来是个笔记本的时候 我先显示笔记本 如果再查出个笔记本了 说我接下来是不是就不显示了吧 你先查出来平板 我就显示这个平板 以后我就不再显示了 是不是这就是去从啊 你想要得到这个品牌的这个分类的吧 其实第四听战也可以得到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怎么做 从啊 故事 然后 grup by 开车内 是不是这是已经分类了吧 那么已经分类了 相当于 相当于 相当于分组了 对吧 已经分组了 那么分完组之后 接下来我再去取每个组里边 唯独的这个 这个信息 那么接下来 开车内 请问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吧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我通过第四听战也可以取到 我通过这个group的分组的这种方式 我也可以取到 那哪种方式 简单 哪种方式好呢 如果你仅仅是想要得到这些具体的名称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你说是个道理吧 因为这个从数据表里边自己拿就想 但是如果你要用这种情况下 就相当于他先分组 然后从组里边是不是再查东西 他进入的过程比较多 所以说他的效率就低了 那么 从这个只查出了基本的信息来看 他要告一下 但是呢 从将来我的数据的这个 将来要求的更复杂的那种情况来讲 还是这个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我接下来想要说了 我想要查询查询 每一个种类里边具体的商品的名称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就是group 然后写上name 来321走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如果放的小一点 这个咱就能看出来 你看我放的很小 你甭管 是不是就是这种样子了吧 如果我是稍微放的大点 是不是就这个格式 按理说是不是就乱了吧 这就鱼和熊掌 你的屏幕如果很大 你放的这么大也能看得见 但是如果你的屏幕较小的时候 你就把这里缩小 没有办法 好了 排式机 这是一个种类 那么大家可以看里边有这个 有这个 是不是有这个 是不是还有这个了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那么这就是group group can cut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了 当咱们通过group can cut的时候 是不是将来咱们取得的东西 就通过group by取得的东西 是要比简单的那种 distink的 是不是功能要强呢 这是体现出来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 看这个 求所有电脑的平均价格 并且保留两个小数 这个怎么多 所有就商品 所有电脑商品 就电脑产品的平均价格 怎么多啊 select一定是个什么avg了 对吧 那么price selectavg 然后price 然后fromgoose 如果要是这么多的话 同学们 这是求的什么 是不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 是不是平均价格 是出来了吧 如果我想保留多少位小数 大家还记得怎么多吗 round 然后把你扣起来 后面写上个2 是不是这样就取两位小数了吧 而且这两位小数 是不是将来分手无助的 同学们 切记 我昨天是不是给大家说过一个点 真正的在去存储这个信息价格的时候 切记 尽量不要用小数 听懂了吗 因为你对账的时候对不上 比方说咱们在微信里边 那个抢红包 是不是抢了一分呀 是吧 你等了好久好久的时间 抢了一分 那我就要问你 你这些时间 你干的别的不行吗 非要抢了一分钱 同学们 我觉得一点 抢这就是钱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利用出来去学习 你最终的产出 一定要大于你抢红包的这个过程 抛除 用机器来抢红包 有很多人是怎么办呢 他学了技术之后 他想展示展示他的技术的能力 怎么办了呢 他加群 他加N个群 然后呢 进去之后呢 他用特殊的软件来做的件事情 只有抢红包的 他都抢 你不管抢个一分也罢 抢个两分也罢 请问 我每一个群 我假如说 我一天就抢一分 微信有N个群 你说没错吧 我加一万个群 请问 这一天多少钱 一天就一百块啊 你说是个到底吧 我告诉你 用技术来实现这种功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要是人去抢 你和你同桌 你抢两分 他抢一毛 他抢三毛 你把这些时间拿出来去学习 你最终的产出要比他高 举个例子吧 学什么呢 比如说你让机器去抢红包 这不是也是学习吗 那将来最终抢的钱就更多 我想给你表达了 像抢红包这种 都是带着分的 你将来 如果你在存储的时候 都是按照分去存 那么将来对账就很难对 因为小数 是不是都是约等约的 我说过了 先给它乘上多少倍 把它放大 那么接下来就不会有问题 好了 那么这是求电脑的平均价格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 显示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 你觉得怎么多 每一种商品 这是所有商品 那每一种商品 就是每个种类 咱们刚刚不是说了 有台词机 有服务器 有比游戏本 有笔记本 有超级本 是不是有这些东西了吧 每一种类型里边的平均价格 你觉得怎么多 select ketanine from goose 然后group by ketanine 这个将来取出了 是不是所有的分类 是不是相当于分组了吧 我接下来刚刚已经用过了什么东西 已经用过了group group king 是怎么写吧 group king cut 如果你刚刚已经用过了这个 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个group king cut 主要换成什么东西 avg 然后price 来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avg和咱们刚刚没有用group by的时候 这个avg体现的功能不一样 对不对 请问此时的avg计算的是谁的平均值呢 是不是每一个型号里边的具体的这个分组里边的价格了吧 平均价格 同意 切记 如果你要是分组了呢 你这个地方对哪一些数据操作 其实是对每一个分组里边的数据操作 它显示的结果是每一个分组的具体的对中的一个结论 而不是对原数据表进行avg 切记这个道理 切记这个道理 好了 每一种型号 每一种这个商品里边的平均价格 请问同意 是不是也出来了吧 就是用到了咱们说的这个分组 就可以这么做 很现实 我开了一个超市 我想知道 比方说 这个床上用品 平均价格是多少 对吧 裤子平均价格是多少 那么衣服平均价格是多少 那么将来呢 就决定了你这个消费水平的层次 其实一定是这种情况 好了 那么将来咱们看这 这个显示 每一种商品 咱们已经说过了 现在个 查询每一种商品当中 最贵的 最便宜的 平均的 以及数量 那又应该怎么做 请问平均的 是不是出来了吧 最贵的怎么做 Max啊 然后呢 Price 然后逗号 那最便宜的呢 MIN 对吧 然后Price啊 然后逗号 然后数量呢 Counter Counter 接下来是不是新啊 好了 三二一 走 每一个产品型号里边的姓名是什么 对吧 最高的价格 最低的价格 平均价格是多少 大家有没有发现 原来这个服务器的是不是最贵了吧 其实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出来 服务器的是最贵的 那么切记 你买的Mac的电脑 其实不是最贵的 真正的服务器是最贵的 服务器呢 根据你的型号 有可能32G的那团 这都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你比方说 你做个爬虫 32G还不够吗 基本上就够了 但是要是不够了 你再买财嘛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 据算平均值最高的价格 这个信息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 注意看了 我想查询所有的商品 就所有的商品的信息 大于平均价格的 那该怎么做呢 所有大于平均价格的商品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 不是分类的商品 是只要是大于平均价格就行 那么咱们刚刚说过了 我想要计算平均价格 就selectAVG 我接下来写上一个price 然后fromgoose 是平均价格出来了吧 我想要计算是 只要是商品 大于平均价格的就可以 那应该怎么做 对吧 大体来说 就是select 新 fromgoose 这一定是所有商品出来了 那么一定是接下来写上一个条件 那就是where 对吧 然后price 应该是大于一个平均价格 比如说你的平均价格是5570的话 那么你说5570 是不是应该是大于这个了吧 如果年轻小数点 就写上 写上57的话 请问是不是应该是这个道理啊 当你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显示这些信息啊 那么相当于 我现在得到 只要是商品大于平均价格的信息 我是用了两条select 第一个 我先计算平均价格 第二个 我再去查大于这个平均价格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用了两步呀 那我能不能用一步把它合在一起呀 同学们啊 咱们昨天说过了一个东西 子查询 还有印象吗 那么子查询 什么叫子查询 还有印象 子查询是什么呀 一个select 语句里边 又嵌到了另外一个select 是不是这种方式叫子查询 子查询 有什么应用场景呢 这种时候就是印象价 我接下来要得到一个平均价格 但是这个平均价格又不是我手动上出来 是select语句上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这个select语句 是不是拿过来 是不是要替换这个地方这个值啊 对不对 所以说接下来我把它呢 抹掉 换了谁呢 select select 这个叫avg 然后price 然后from 故事 请问他吗 可以吧 321 咱们试一下 他说了不行 那又应该怎么做 像这种情况下 同伴 这个地方呢 多试啊 多试 如果不行了 咱就得加个报告 咱们试试 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 再看 这个查出来的信息 是咱们手动写的5570的武器啊 和这个 咱们是用了这个子查询语句 是不是也能查出这个信息来了 大家可以看很清楚了 数据呢 是一样的 那么 这种情况呢 就是子查询 它的一个作用 能列为意思了吗 这个地方呢 就是把它加上括号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计算了 所有的大于商品的 这个大于评价格的 所有商品信息 那么接下来 注意看了 这个是咱们 基本的语句里边 是最复杂的一个 查询每一种商品中最贵的电脑信息 每一种里边最贵的 我现在能做到的是 select max 我现在写到 select 开车 下号下 max price price 然后from 然后group group by 开车 我现在能做到的是 每一个里边的 最高的这个价格 我是不是现在 是不是能够得到了吗 我现在能够得到的 这个每一种商品里边的 最高的这个价格 那么请问同学们 如果我的要求是 查询每一种商品当中 最贵的电脑的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同学们 你在这里边是做不了的 是做不到的 对吧 你的这个地方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应该怎么做呢 同学们 设想一个场景 最低 假如说 看清楚啊 看这两个表 看在哪个地方 我假如说 你只是假如啊 我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表 这个请问是不是真正的表啊 这个一定是真的 上面那个不是假的吗 是不是咱们查出来的呀 我把上面的那个 看若是一个表 请问可以吧 那么请问 现在是不是有两张表呀 那么请问 咱们昨天在学过两张表 或者多张表 进行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揉在一起 是不是用这个连接查询来做了吧 你是以左边为主 那就是left joy 你是想用这个取交集 就是inner joy 如果是right joy 是不是咱们就给它改成left joy 是不是就行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这个表的信息 居然里边有性灵和最高的价格 你说没错吧 那么我接下来 我只要这么多 大家是想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先拿着这个台式机 拿着这个值9188 到这个表里边来找 我怎么找的呢 我拿着台式机 我看看你是台式机吗 你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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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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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是了 对吧 找到了第一个是台式机的 好了 我接下来拿到9188 和你这个台式机对应的这个值 是吗 不是 来 咱们换一个 找下一个台式机 哎 又找到下一个台式机 看它的价格 是不是9188呢 也不是 同理 同理 这个 对中 咱们一看这个苹果的价格 9188 是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结果 是咱们想要的吧 那既然这个支持咱们想要的请问同胜 我只要判断判断这个地方这个值和他相等 这个地方的值和他相等 如果能够相等请问是否也就说明了 或者说是否也就锁定了这一行信息 我们只要把这一行信息给它干出来 请问下来我是不是就得到了 是不是这个商品里边就是这个种类里边 是不是最贵的那个价格的信息了吧 能理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前提是 我得有这个表才行吧 但确确实实咱们没有这个表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大家昨天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昨天明明是同一个叫Aries表里边 咱们查东西 但是确确实实是可以把它当作两张表 是不是来对待啊 是不是通过S 是不是给它起个名了 那么说的直白一点 你上边的这个 这个画个箭头啊 你上面的这个信息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结果 但是如果我要是把这个结果给它 S当作一个表的话 请问是不是这就是一个表了吧 你试试道理了吧 那么接下来不就有了这个表了吗 能理解了 核心点有这个表的前提下 我拿了台式机和这个值 到值本来找 这个值和这个值都相同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锁定力好嘛 我找完了一个 我得找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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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所有的分类都找完 请问是不是这里的对贵的价格商品 是不是也就找完了呀 试试道理吧 请问 这个过程能明白吗 那明白了之后呢 接下来怎么做呢 懂吗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demo 看这个demo 看它 它是谁那个新华 从古斯 用了这个InnerJoy 看大体的样子啊 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InnerJoy 请看 InnerJoy的后边 是不是应该有个表呀 你试试道理吧 是不是相当于 它把这个括号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当做了一张表 是不是来对待 那这个表里边既有 你看分类的名字 也有最高价 也有最低价 也有平均价 也有数量 请问是不是都在这个 爱之固的 NewInfo这个表里边去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接下来你就把这个东西 看了没有不就完了吗 这是一个表故事 这是一个表故事 NewInfo 那么接下来我写上 接下来写条件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那只要是这个条件 和这个条件相当 这个条件和这个条件相当 那么接下来这个新花 不就从这个固执标里边 取出来了吗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我带咱们打架了 咱们手动了 咱们理一下 这边应该怎么写 咱们再写一遍啊 看着 来 咱们先说大体的方向啊 只要是查东西 一定是select 来select select 行 那管他写什么 先写个行不行 对吧 select行 from 谁呢 知道吗 我这个地方 我写个东西 注意看了 我刚刚给大家描述的时候 是拿到哪个表去 到哪个表去找的 我刚给大家描述的时候 哪个表到哪个表 上面那个表 是不是到下面那个表 那么说的直白一点 select 谁呢 应该是 一张表的名的 然后 left join 请问这一边是什么 以躲边这个表为主 是不是到右边表去找东西啊 右边那个表叫什么呢 故事 可以吧 sg 请问是不是相当 将来咱们写的时候 是不是更简洁了吗 as 后面 就是select什么什么什么 from什么 left join什么什么什么 接下来是不是要写on条件了吗 什么条件 咱们刚刚说过的什么条件 是不是接下来的 你的这个字段的信息 和这个字段形象的 你这个信息 是不是和这个形象的 当然看得很清楚 如果咱们在查询的时候 有max price 对吧 你不觉得将来咱这个名字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成max price了吗 那将来就出货了 啊 那怎么办了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慢慢的给他起个名字 假如说通吧 我过一会把他的名字给他改成max下号线price 我一会再改 我给他改成了max下号线price 那么请问是否也意味着 我拿着你的名字 拿着你的名字 到这里边来找 拿着你的名字 到这里到哪一个 到price里边找 你的和这个相同 并且同时你的和这个相同 是不是咱们就能确定一些信息了吧 把这些干出来先了 好了 这个地方啊 select这张表 把这张表当作叉叉叉叉 把这张表当作叉叉叉叉叉 然后呢里边有一个cat name 有个max下号线price level的作用故事 as g on什么东西呢 那么这个地方 咱们as 比方说as这个叫做什么呢 g下号线new g下号线new 我只是写了个new 大家怎么来看一下 是不是g下号线new点什么 放大点 放大点 下号线new点 cat 下号线name 是不是就是指的 是不是你这个表里面是这个对的 如果等于啊 g 点 cata ne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条件箱子 好吧 那么and 是不是并且啊 什么呢 有可能咱们这个写不太开了 咱们就这样啊 把它 把这个on呢 写在下面啊 select这个表 from select from这个表 就这样吧 select什么 from 把这个写上 然后把left join写上 咱们是不是相当分成的多好了吧 谁来的什么 参与什么 从哪个表 躲链接哪个表 接下来是不是写条件 好了 写完一个条件 and g下号线new点 max下号线price 等于啊 什么 g 点 price 你里边的价格 和商品里边的 这个你里边的名字 和商品的这个分类名字 你里边的最高价 和商品里边的这个价格 如果相当 请问这个是 是不是接下来 按理说就查出来了吧 那关键一点 现在缺少什么 是不是就缺少这个 叉叉叉叉叉 按理说的一个表吧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sircle语句 为什么复杂呢 其实它既用到了连接插取 也用到了这个插取 那么我这个地方 需要一个结论 对吧 什么呢 select 开车 下号线new 然后 还有个叫max price 然后 as什么 as max price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就有了这个列的名字了吧 然后from 什么呢 goose 然后group group group by cater name 前面 是不是它了吧 好了 那么 把这个 咱们先验证一下 咱们先验证一下 咱们再看 把这个咱们先验证一下 进去 粘贴 走 分号 这个分号是中文的分号写错了 那么再来一遍 把这个换成它 通常说maxprice 这个是不是已经给的给了吧 这个验证完了之后 请问通常按理说 是不是咱们接下来就把这坨什么拿过去啊 好了 kntrc 暂停 分号 显示的啥呢 放在收小的 看看 通常这个自己的收笔都小 咱们大家先错误的看看 因为在自己的电脑里边就能看得清楚了 看着 笔记本 对购的价格是4999 他这个 什么Y400应该是联想的 Y系列是联想的 对没错了 400 4999块钱 请问没错吧 好了 为了咱们保证这个数据 没错了 咱们去看看这个型号 在笔记本里边最贵的价格 咱们往上找 笔记本里边最贵的价格 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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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笔记本 没了 一个笔记本 两个笔记本 三个笔记本 咱们找在三个里边最贵的 一个是3390 一个是4990 一个是2790 没错 那这个是最贵的 请问 它的型号是Y400 咱们看看咱们结果 是Y400这个了吧 咱们得随意挑一个 挑这个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3380 然后呢 它对应的是iPad Air 9.7寸的 然后呢是3380 来咱们看看 平板电脑 咱们随便找一个 特色平板电脑在哪呢 一个两个三个 这是三个平板 最贵的 最贵的是这个 iPad Air 就点计算 没错了吧 3000多 好了 那么那么这个呢 也验证 同理 接下来的几乎 本上百分之百 都是没错了 那么这就说明了 咱们通过这个社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甚至是还可以 把查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当作一张表来对待啊 那么也就是说 自查询呀 查出来的数据 如果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段 比方说咱们Count 新化或者是那个ABG 是不是咱们查出的是平均值啊 这个呢 就是一种方式 那么如果你要是查出来 是有多少 多行 有多列 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个结果 这个的查询的结果 倒入一张表来对待 听懂了吧 有列极的查询 有行列的查询 其实这就叫做表极的查询 什么叫意思呢 就查出来的结果是个表 听懂的意思了吧 这就叫做表极的查询 这查询 这就是它了 这个Sircle语句稍微有点绕 因为它毕竟用了 在同一个Sircle语句里边 用到了 这查询 是不是也用到了观点查询了吧 这个稍微有点绕 就是它了 不管怎么说的 还是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的 那么为了更好地去 演示这个信息是真的 我接下来呢 做一件事情 什么啊 我呢 把这个Sircle语句啊 我再复制一份 我把它沾进去 我复制一个啊 复制一个 有机 我沾进去想要干什么呢 咱们故意整它整它 故意整一整 故意整整什么呢 看到 这个笔记本里边 是不是它最贵的价格 是这个4999啊 好了 你看到我知道 我有机 我粘贴这个信息 我新插入一个信息 插入信息叫什么呢 笔记本的 然后它是什么牌的呢 这个啊 又乱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就粘贴了这 我先整好 我再粘贴吧 粘贴这 C V 好了 insert into 我现在给的什么了 我给成一个新的笔记本啊 叫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老王牌 电脑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呢 老王的 老王型号 价格是多少呢 那个是多少 对贵的车 4999 是吧 对吗 我就写上这个4999 我就故意的和你的价格一模一样 这都可以了吧 看着 我把这个信息 我故意插进去 看看对这种结论是什么啊 插进去啊 走 然后select 这些事放大了 咱们看不见啊 select新 from 故事 来大家看 老王牌电脑 老王 老王了 品牌了 请完 笔记本 没错吧 他的价格 我故意的整成了 是不是和那个最高的联想的笔记本 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么当我再去执行一下 我咱们刚刚练习这个sircle一句的时候 走 咱们再看看 这里边出现了什么 难道没发现 应不应该是这个结论 为什么不应该 人家要问了 你最贵的电脑是多少钱 4979 我就买了个最贵的 人家说了 不好意思 我这个最贵的有两种型号 你谁买哪种 请问是不是应该给人展示 这是应该的呀 你卖电脑 难道只卖一种几个价钱 不是有很多吗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我故意的给他整成相同价格 是不是对中 咱们看得出来 原来咱们这个的时候 确确实实是以左表为主 我拿到 刚刚咱们看了这个左边这个表 然后到这个表里边去找的时候 找到了两个都是笔记本的 而且价格是不是都是 最高的40009999的 信息不就应该都出来了吗 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价格 但是呢 我又有个小要求了 为什么你分开了呢 能不能显示在一起 能不能显示在一起 怎么动 啊 哦 对啊 by 开的那摩 啊 开的那摩是不是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啊 你有两个表兄弟们 两个表里边都有这个 你是按照哪一个来 你说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 怎么断了呢 G 下方线 new 点 开的那摩 请问笔记本是不是挨在一起了吧 对吧 笔记本挨在一起了 接下来如果把这些信息 再给他整理整理 因为咱们对开始的 对前面是不是写了个星 只要把星 再整一整 前面同学 咱们想看什么 是不是就看什么了吧 就个例子 我想看的是 这个品牌 我想看的是 这个具体的电脑的型号 以及电脑的这个名称 那么应该怎么做 所以就把咱们刚刚写的这个Circle 以及这个星 我告诉你怎么快速回到航手 Ctrl A 回到航手 Ctrl A B C 接着E 回到航母 听懂意思了 不要再按着这个鼠标 是不是就按着这个什么 你的光标 上下头键往下走了 Ctrl A 回到航手 好了 来到吧 这个地方改成什么呢 G 下方线 G 下方线new 点 开车 下方线new 然后 G 点 然后 nip 然后G 点 price go 大家在看 这个型号 这个这个类型里边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电脑是什么 最后的价格是谁 那么笔记本里面又是谁 前面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吧 那么通过这个社会语句呢 咱们呢 就把咱们之前所学的东西基本上通码就串起来了 啊 基本就串起来了 好了 这个收尾的绕头呢 也是收尾的复杂的社会语句 请同学等下再考虑考虑 这一部分呢咱就先说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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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